一会儿啊,你准备接下他俩 我呀,把老爷子让我保管的东西给他俩拿出来 好的 赵雅 董事长都已经去世不年了 你不能老穿这白花花的衣服到处留了 这多吓人呐 不是,这衣服吧,他穿成得劲儿 行,行,行,你去吧,去吧,去吧 你好,这位小弟 我是说,您是临时集团,你小弟临时喜吧 我告诉你啊,这辈子,我最烦门的人跟我叫小弟 什么玩意小弟小弟的 以后跟我叫大弟,听见没有 行,那您稍等一会儿 您还有一个家属没到 家属? 弟弟 哥哥 弟弟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 但我得活着 弟弟 我们俩好久不见,又有外人在场 能不能 说话有点风度 唠唠家常 不要寒沙摄影 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 你仗着爸爸对你的爱 专横跋扈 专横跋扈 和专横跋扈 我终于可以对着天空大声的呼唤 临时喜 拜家呀 临时喜你个拜家子 专横跋扈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咱俩是不是得好好拜 次拜 这是啥 是 我承认我拜祭啊 是不是 但我多说自己一个人话呀 哪像你呀 带着你的前女友们一起拜祭啊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你第一个带回来的女朋友应该是 Konejiwa吧 没过几个月你带回来的是Sawadika吧 再过两年你带回来的是Konsanita吧 到最后你真厉害了 直接带回一个 我没看你 你咋沟通啊 唱歌啊 跳舞啊 不许寒沙摄影 我这都齿着说的知道不 你别给我拉扯 你别别扯 二位公子 请坐 哎呀 马上我就宣读遗嘱了 你说你们这样我得多尴尬呀 下面我可就开始了 遗嘱 当着大家的面 我可就拆开了 经统计 林老爷子的所有财产包括地产 证券 证券 珠宝 字画文丸 以及一只叫汤姆的大连活刀鱼 经权威机构公正 林子大先生 他的全部财产继承权将交给 林 是 洪先生 耶 看见了 这就是我在爸爸心目当中的价值 我就是在这个家的地位 哥 爸 不可 这么 哥 你不能啥也不给我吧 当然 你是我的弟 对 我把那条刀鱼给你 你是杂质 杂质 随你店 我得帮你最后一个嫂子 祝福你 哇 林氏洪先生 你要是这样的话 林老爷子还有一句话给你 赶紧告诉他 爸爸还给我留了什么 如果林氏洪幸灾乐祸 为父不仁 并跳起隔壁的泰山 我的所有财产将转赠给弟弟 林氏喜先生 弟弟 是不是来着这么突然呢 这是个什么玩意 这是个 订阅请 这里有事 顾虑师上一步来 我爸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你爸暂时没有 音乐起 你就任性看我什么都得不到 以后你凡是有傻事 弟弟给你兜死 真的 假的 你个大仨子 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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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虑师 哎 看见了吗 看见我隔壁的泰山了 告诉他我爸爸怎么说的 那你爸是这么说的 啊 林氏喜就那个死样 既是一无所有 他也照样嘚瑟 所以嘚瑟一下 可以理解 YES 看见了爸 爸还是疼我 原来爸爸真的不爱我 哎 老爷子还说 对弟弟的财产之初 必须得由哥哥签字同意 哥 哎呀 你过来哥 这就是我在那个家的记号 可为什么说弟弟成家以后拥有一票否决权 无需签字 弟弟 那弟弟的结婚对象必须得由哥哥介绍是啥意思 哥 哎 这咋又写着 如果哥哥不给介绍 弟弟可以选择哥哥的任何一任前妻 啊 给介绍 弟弟 然后弟弟成家之后呢 必须满足哥哥一个愿望 再然后哥哥得满足弟弟的三个愿望 再后来是你九个 你二十七个 你八十一个 你二百四十八个 你两千七百八十一个 老爷就是想问啊 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能得到遗产 好不好 我看一下啊 哎呀呀呀 这全是愿望 哎 最后一句话 老爷子说了啊 当你们为了帮对方实现愿望 穷尽自己的一生 最后双双 寿终正寝的时候 有你们的下一代 拼分 我的财产 爸爸 没有简单点的吗 太难了 确实有点难 所以老爷子好像还留了B方案 你快说B方案 我爱你啊 他B方案 这是哪 B方案 B方案是这么说的 你们必须在十秒钟之内 深情对视 拥抱对方 亲吻对方的脸颊 并公布在知名网络平台上 这样你们就能平分他的所有遗产 否则将把所有遗产捐赠给慈善组织 真美了啊 那个胖子 你听到没 那么大笔财产 我亲你一口就行 我亲你 你别跑 还有你要这么唠嗑的话 你要是亲我 我也亲你 好 Action 还可是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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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先做 在哪儿先做 取这鱼鱼用这鱼鱼鱼 你知道吗 感谢感谢 不行下不去嘴 对啊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 哎呀这么大笔遗产都不能要了 这个就更不能要了 一会儿啊拿到后院烧了 啥玩儿你就烧了啊 啥玩儿你就烧了啊 万一吃点钱呢是不是 骂咋的也是用啊 呃 其实也没啥 这就一张照片嘛 啊 一会儿啊 你把他拿去 不是啊 你管这叫啥 照片 啊 你刚才说把那照片你帮我拿的呀 根据遗嘱烧了吗 你烧的 我烧 不行吧 我小呀 走 兄弟 兄弟把那照片给哥啊 哥爱你啊 哈哈 兄弟 这照片我一直以为丢了你 我 我真是找了挺多年 我其实不是想跟你争啥 我 哥 这照片是放我这吧 我轻人那街那边还有块地给你 不是 兄弟 我把那地盖上楼还你 照片给我 那我买完了再还就想你卖了好不好 不是兄弟你就是想看我轻家荡产 没关系啊 我这还有我都给你 新家荡产 走你 没关系 你说谁要新买呀 不是兄弟兄弟兄弟 你干什么玩意 不是兄弟 你干什么 你干啥呀 我裤子都不要了 这都排了 我裤子干啥呀 你看看那照片 那上面是咱爸咱妈和我 我就惦记以后有个孩子 最起码知道爷爷奶奶长啥样啊 那照片也没你 你老跟我抢啥呀你是 嘿呀 我跟你说 咱妈可告诉我了 那时候我在咱妈肚子里呢 所以说这张照片的有我 黎世喜 你别跟我提咱妈 你要提咱妈今天我就跟你掰着掰着 还掰着啥呀 不用跟我掰着 我心里明白 不就是咱妈难产又命换的我吗 我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我才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 咱爸喜欢他 咱爸喜欢他 咱爸喜欢我 那是因为你不在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你把照片给我看一眼 你给我看一眼 我给你 我给干什么 你 手印子 你手印子 你手印子 你手印子按完之后这照片 上面有玻璃 你瞧 我有玻璃 玻璃 你别拿走 我都快忘了咱妈长啥样了 嗯 你看这樱桃小嘴 嗯 大家闺秀 干啥呀 小嘴长你脸上了 你个败家玩意儿 我脸上干什么 无关也不跟着好好配合 你看咱爸 我没骗你吧 年轻时候长得就像费翔一样 你说咱爸像费翔 你咋长得那么费劲呢 你长得还费饭呢 别想这 你啊 你走 走楼 不是当时就有这小汽车吗 嗯 兄弟不好意思啊 你人上的第一辆车 是二手的 哈哈哈哈 别走 不是 这后面这二层小楼是哪啊 祖宅早卖了 不好往回买呀 你个二层小楼啥不好往回买呀 不是现在盖别的了 干啥了 现在 好像叫 陶仙鸡场 哥 咱俩好 才是最珍贵的